今天给大家带来一起峡谷第一校长 邦野的教学 这里我来教大家如何兑现老黄炮 啊 一级射手对拼 跟谁的武器大小没有任何的关系 比的就是暴击 诶我错 别还吃个雪吧 这时候你们一定会觉得我非常的不理解 黄中仪然要是二级了 而我还敢出去跟他打 但今天我要告诉你们的是 运气这个东西吧 他可是会轮流撞的呀 那接下来就好打多了 这里我们可以直接利用小兵攒个被动 然后拿捏着这个被动直接贴脸 就算他是国服皇中都得给我乖乖的回头 好家伙叫了个猴子过来 嘲讽一下 哎呦 哥 你们你们别看我介绍操作有点迷糊 但实际上我亏的只是一个可有可恶的闪现 可猴子他亏的可是一个大招啊 起码是因为我 才让这猴子在这三十秒之内无法抓人 哦 那这些操作之外的细节 一般我是不会讲的 主要就是看在你们与我有缘 我才说与你们听 还望大家莫要辜负于我呀 这边我们继续长个被动 然后直接硬杆 然后这里有个细节 一般只有国服卢班组织选手才能发现 那就是 在技能顺序上 我故意放下了一个巨大的错误 但这一切的错误 又都在我的计划之中 而这细节就是 我把大招故意放在了最后使用 这样 进到那黄中击沙网 从中获得一定的智信心 不至于看到我就跑 又能保证 不让他 我就走出去 猪嘛 必须得这样养起来 养肥了再少 还有意识吗 不是吗 追 别让他跑了 那你 哎我走 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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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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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么接下来 给你们见识一下 我扮演 有多强 猫个牛皮 我扮演 我扮演 并子 对 来